第七集 叶十七恢复真身份 江雪临走时还不忘问及叶十七 结果被文小六找借口搪塞过去 事后文小六提醒叶十七要多留个心眼 警惕对方用心不良 正说话间 香柳突然出现要带走文小六 叶十七出手阻拦 眼看着二人就要开打 文小六急忙化解干戈 坐到毛球身上跟随香柳离开 叶小七看着他们远去背影 眼里充满了落寞 香柳心情明显很差 却还是好奇文小六名利低微的原因 文小六坦言自己曾在同龄人排名前几 后来被狐妖抓住 惯要消散功力 忍受着漫长的痛苦煎熬 最终变成这个样子 尽管文小六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 实则心里藏了太多委屈 每次香柳抬手 他都会下意识蜷缩 这种自然举动足以反映出 他经常遭受过虐打 没过多久 毛球渐渐落下 贴着海面飞翔 香柳掀起文小六踩着海浪 迎风漫步 仰望着明月 二人都有着相同的经历 显得更是惺惺相惜 香柳安慰文小六 看清楚天地间还有这样的美景 生命就会变得可贵 文小六感慨 美景需要有人陪伴供赏 唯有人才会赋予景的意义 返回清水阵途中 文小六注意到像柳眉眼尖的皮镇 暗示他若是喜欢权势 可以抛弃红浆 投靠西岩王 可话音刚落 向柳满脸怒意 一双腰筒散发着嗜血的红光 文小六被法术禁锢 难以挣脱 继而受伤脱离 苦苦哀求才保住性命 叶十七全程等在河边 看到文小六带着伤回来 心里很不适滋味 亲自给他煮了热汤 幸好这次文小六的脖子没有红印 倒是让叶十七稍稍安心些 而他承诺永远不会离开清水阵 文小六并未在意 满脑子都是对付香柳的计策 之后的日子里 回春堂一切照旧 尽管多了一个桑田 但是看上去变化不大 老木依旧负责扫头 桑田跟着他学做饭 串子悟性极差 始终比不上业时期 经常会遭到文小六的熟漏 对他简直恨铁不成章 然而就是这么温馨又热闹的回春堂 忽然被一个消息打破瓶颈 那就是于老板宣布收回靠近河边的铺子 其中就包括回春堂 虽然清水阵看似散沙 却是散而不乱 必然有于老板的功劳 他维护着清水阵的规矩 从某个角度而言 相当于清水阵的半个君王 同样也是说一不二 但是回春堂是大家赖以生息的地方 文小六肯定不会坐以待毙 决定要带着夜十七前去找于老板教设 于老板宅府的附近围满不少人 纷纷张望他出面相应一位貌似天人的女子 大家猜测今日清水阵来了会客 于老板听明白文小六的来意 坦率且冷血地表示自己只是替人做事 家主命令不敢不从 继而对下人吩咐送客 正当文小六和夜十七准备离开时 忽然冲出来那位貌美女子 自称是夜十七的婢女敬业 哭着抱住他的腿就不肯撒手 夜十七站得笔直僵硬 回头看向文小六 短短几步距离变成难以跨越的天界 双眸含着悲伤 文小六恍然大悟 洋装满不在乎地朝他笑了笑 让他留下来处理家事 尽管文小六知道夜十七重蹦故人 便是离开自己的时候 可他还抱有一丝期望 相前来到回春堂笑容多了些 从中悟出一些道理 并且将这些道理用来安慰文小六 与此同时 陈荣军阵地里接连有士兵伸染仗迹 向柳之军中药品匮乏 只能想办法凑及 将炫传令部下将香柳所需药材买空 等到他们走投无路时趁机又降 当晚夜十七回来找文小六 一身检土不一 还是那么忠心耿耿 文小六感到些许欣慰 便将自己配置的草药送给他 教导他几个自保的方法 隔天时先生当街讲述大荒之中的三王族 四世家 其中大荒首富屠山氏的故事甚是精彩 其财富数之不尽 两帝王都要忌惮三分 屠山家这一辈嫡系共有两子 同父同母的双生兄弟 二公子屠山景手段厉害 才智过人 成为大婚内所有女子梦寐以求的如意郎君 而他早年更是与房东世家的小姐订婚 可是举行婚礼前夕 屠山景患了重病 取消婚礼 多年闭关养伤 不见踪影 倒是让名不见经传的大公子接管家族生意 第八集 小六帮香柳买药材 石先生讲得滔滔不绝 众人七嘴八舌 讨论着屠山二公子与大公子将要上演的争斗 最终会是谁来指掌青秋屠山家 闻小六摆弄着碟子里剩下的白果 心情明显很差 而他身边的叶十七和枪炫各有不同状态 一个身体僵硬 小心翼翼地看着闻小六 一个笑容玩味 时不时打具叶十七的身份 叶十七本名屠山景 隐瞒真实身份待在清水镇多年 现在身份暴露 竟是一句解释都没有 难怪闻小六会生气 更是撂下狠话与他再无任何瓜葛 一位屠山二公子的出现 使得清水镇变得热闹至极 袭来攘往 全是名利 这些天以来 闻小六不去河边纳梁 独自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 百无聊赖地数着星星 香柳主动来找闻小六 让他通过屠山景的关系 搜集所需药材 闻小六文言果断拒绝 可是香柳早已查出 屠山家两位公子互不对付 若是屠山大公子买凶杀人 恐怕无人能保屠山景的性命 果然香柳拿捏了闻小六的命脉 闻小六只好带着他去见屠山景 交出一份写好药品的名单 屠山景没有半点迟疑 全都印象 在香柳没有拿到药品之前 他将闻小六带回阵地当做人质 上次闻小六没有仔细打量周围 现在瞧着竟然这么破版 忍不住调侃打去 香柳不愿听闻小六啰嗦 直接服下他的百毒丹 然而闻小六还用精血喂养两只蛊虫 本想要在香柳体内种 奈何蛊虫对香柳有些畏惧 迟迟不敢靠近 香柳作为义军重要将领 日子过得简陋轻苦 闻小六实在想不通他到底图什么 士兵的意义是保卫江山百姓 可他们躲在深山老林里 压根没有江山可保 百姓可守 第二天早上 闻小六看到香柳带着士兵们操练 忽而有些敬佩 此时又有两位士兵感染瘴气身亡 数十名士兵庄严肃穆地站好 向柳仙敬了三杯酒 然后将火把丢进柴堆 熊熊火光照耀下 士兵们既然风霜的面容并无过多表情 仿佛早已看待生死 可他们低沉的歌声唱出沉痛哀伤 就是这两句枯荣暴息中尘古 永不祥西陈荣事 终于让闻小六名白项柳留在陈荣军里的意义 更是对他刮目相看 图山景听闻各处药材都已构空 便让于老板以自己的名义拜访世家大族 愿意用龟须水晶交换名单上的药材 因为他不想让闻小六失望 而在另一边 香炫知晓涂山景与香柳达成合作 命人打听药材存放位置 准备来一场瓮中捉鳖 闻小六看到生病的士兵越来越多 便想用自己的鲜血救大家 香柳急忙出面存拦 毛球传来消息 香柳带着闻小六去见涂山景 问出药材存放地 可当他赶过去时 再次中了埋伏 不仅没有拿到药材 反而负伤只得去找闻小六 香柳分析陈荣军里藏有细作 没有完全清楚 闻小六立马想到 曾在酒窖里听到的谈话内容 认定是枪炫在背后布局 本来香柳想要去找枪炫算账 闻小六叮嘱他先别冲动 若是想要兵不血刃就能抢回药 倒是可以抓住阿年 用他换药 随后香柳安排四名手下跟着闻小六 而他独自去吸引枪炫的注意 闻小六趁机来酒铺谎称 枪炫受重伤 故意支开老桑赶去救人 然后在四名手下的帮助打晕海棠 留有一封信 且截走嚣张跋扈的阿念 海棠等人将字条交给枪炫 老桑懊悔自责 当初不应该听信闻小六的话 枪炫丢下字条转身出门 带着人前去营救阿念 他发誓这次绝不允许让妹妹丢了 所有伤害他的人都要付出代价 其中包括闻小六